習近平在這一個達博士經濟論壇當中 痛批美國新冷戰 搞小圈子 搞經濟脫鉤 斷工跟制裁 都是不治的 不過在這個時間點 他不斷測試的是對外軍事擴張 那拜登的底線在哪裡 一方面在臺海文攻武嚇 但是另外一方面 美國新任的國防部長 跟日本跟韓國的國防部長 也通話 那一致捍衛印太聯盟 對我們看到在這個時間點 當然測試拜登政府的這個對台 跟所謂的南海底線非常明確 這政治上的意涵 不過觀察他的軍事行動 除了1月23、24號兩天連續 用總共28架的一個軍機入境 台灣的西南的防空識別區之外 接下來他的這個央視 也曝光了一段影片 就是說他東部戰區第73軍 在進行所謂的兩棲合成旅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相關 跨昼夜的一個演訓 因為我們觀察影片裡頭 他地點第一個在福建南面 那對我們台灣來講 這屬於當面的一個共軍的一個異常動態 那影片內容可以看到 他的一個兩棲合成旅出動了 所謂這個ZTB這樣的兩棲突擊炮車 或者是這個ZBD這樣的一個054 這樣的一個用來對台 可能進行兩棲登陸 而且特別是畫面裡頭你可以看到 他演練的地形就是跟台灣非常類似的丘陵地形 換句話說我們整體觀察會認為說 1月23號24號不是單獨的一個軍事訓練行動 背後非常有可能是有一個台海作戰的一個想定 這樣的一個整體想定 那個部分是這一個空軍的一個演練的部分 那其他包含像他的一個陸軍合成旅 或者其實海面的艦隊 或其他還有相關的一個導彈的一個測試 可能都有同時在進行 那也就是說他利用這個時間點 戰略上政治上他要測試拜登對台的底線 但軍事上同時他也在強化他對台 又未來用武力來這個奪台的一個相關的軍事訓練 那接下來還會有非常多的動作 因為他今天他也特別陸續又公布了 包含在1月27號到30號 在這個雷州半島也要舉行軍演 那一塊就在南海的部分 另外1月29到30兩天也會在黃海軍演 你就好像又看到去年的景象又重現 陸陸續續的這樣的一個各地的一個軍演 都會開始這個接續進行 那當然無非是要營造一個 中國的一個這個拳頭非常大 肌肉非常強的一個形象 那當然背後目的也是希望這個藉由這樣 以武要這個逼迫拜登政府 可能跟北京談判 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戰略誤判 因為你看到拜登基本上不管怎麼講 剛剛講外交上面 他對台或者是一些力挺的言論 似乎沒有過去川普這麼樣的一個強硬 不過我們看實際的軍事情動上面來講 我覺得基本上還是維持川普任內的一個強硬姿態 包含像我們先年談到說1月23號 他有美軍的羅斯福號航母 通過台灣南端的巴士海峽進入南海 我後來看了他的一個航路 這一次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 他這個通過巴士海峽的時候 其實那個位置非常接近 台灣南面的這個鵝鵝比 那個這樣的以這樣的距離來講 相較於過去來說 也算是一個力挺台灣的一個意象 那特別是說除了羅斯福號航母 他這一次以這個標準的戰鬥的一個組成 包含像兩艘的這個伯克級的這個驅逐艦 還有一艘這個提康德羅加級的這樣巡洋艦 水下一定也有這個潛艦 這個伴隨 那同時空中的他第十一艦載機連隊 這幾天到今天為止 你看他不斷的日夜進行起降的演訓 所以在這過程中你會發現說 基本上他以一個戰鬥姿態 通過巴士海峽的時候 他基本上他的一個上面的 FS8大黃蜂戰機絕對是升空警戒 而且整個作戰距離是可能有到500公里 這樣的作戰半徑 所以你再回去對比一月二十三跟二十四號兩天 兩天中共軍機出海的一個路徑 你會發現解放軍的軍機 他雖然想出海去威嚇美軍 但是他其實不敢跟他正面對峙 所以他相較於去年很多的一個 入侵台灣西南防空識別人區的航路 他並沒有出海多久就折返了 也就是說他非常擔心 也遭遇到美國這個航母的一個空中兵力 跟他正面對峙 有可能擦江走火 所以出出海沒多遠就繞回 那只有第二天你會發現 他的一個包含尖擊機 其實都飛不遠就回去 只有兩架運8的反潛機 大概飛得比較遠 目的當然在監控所謂的 羅斯福號航母的一個路徑 那除了羅斯福號航母打擊群 進入南海 這是對拜登政府來講 當然是有一個重要象徵意義 也就是南海政策 基本上是這個延續川普政府任內 這樣的一個強力的一個軍事巡弋 那同時還有一個動作 也可以作為判定拜登政府 在這個台海跟南海政策到底底線在哪裡 因為除了羅斯福號航母 這個中共的官媒環球時報 那特別這個留一個空間 把它切割說 這個羅斯福號航母 是因為早就在川普的末幾天 就已經部署在台海 所以他是受印太司令部管轄 那拜登可能還沒管到這個地方 這個因為這個指揮鏈非常長 所以他就按照原計畫進入南海 但是如果接下來你看到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絕對就會是拜登政府任內決定 因為他在1月25號 加派了兩架B-52H轟炸機 從美國本土飛非常遠 然後從菲律賓南側繞入這個南海 繞了一大圈 然後從巴士海峽返回之後 又這一個進駐到美軍的關島 安德森空軍基地 這個動作這是屬於戰略部署 其實羅斯福號航母也是戰略部署 基本上這種重大戰略部署 就像我們過去看到 你這美軍B-52H要飛越這個波斯灣 基本上沒有總統同意 基本上這樣的戰略部署 應該是不會成形 所以這兩件軍事行動 結合起來看 你就會發現 拜登政府絕對在南海或台海上面 他還是在延續這個川普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命令 因為特別是B-52H 去年他本來從關島 已經撤回美國本土 換成B-1B的超音速轟炸機 在半年之後 他又這個換成B-50H 這就是在這個落實他們美國太平洋空軍 他的一個ACE彈性部署的一個戰略 那這樣的戰略完全沒有改變 也就是說對台海跟南海 他拜登政府目前來看 還是會持續強硬 同時我們看到台灣的部分 這個蔡英文總統 這個昨天到陽明山的松山雷達戰去視察 去年以來的確在共機騷擾之下 非常辛苦的國軍官兵 特別提到說軍方的簡報有一個數據 說這個松山雷達戰去年就 這個監控的高達2000架次以上的共機 那還有四百艘的中共的軍艦 那這個數字其實恐怕還不止 因為這只是北部的松山雷達戰 我們在北中南東都有各地的雷達戰 其實如果依照國防部去年的統計數據 去年在向立法院的報告 其實到去年十月 大概就已經有將近一千七百架次以上 後面兩個月可能更多 真正入侵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的 大概有將近四百架 跨越台海中心有四十九架 但是不用擔心的是說 我們台灣的一個空軍的能量 其實絕對比外界想像的還要大 為什麼 因為軍方公布的數據 去年空軍演訓 含演訓 然後很多是載空機演訓到一半 直接去這個監控共機 我們的升空的架次有高達四千架 以我們一個外界認為說 台灣是一個小國 我們的空軍實力好像不如解放軍 但是我們是以一點五倍到兩倍的 一個架次跟兵力在監控對方 所以這一個部分 當然我們持續強化我們的空防 所以還有提到最近媒體報導說 這一個我們的在澎湖的 這一個馬公基地 那先前過去是用IDF經國號 爆戰機進駐 那每年四到九月有個天驅計畫 就是說因為是這個天候的狀況進駐 但是去年因為攻擊的擾臺 所以改成全年部署 那當然因為澎湖馬公 那個地方東北季風非常強 那過去是因為擔心說 似乎那個地方不適合 這個升空 緊急升空攔截 不過現在我們的空軍也非常的辛苦 全天候全年的一個待命 那五分鐘之內就能夠緊急升空 而且未來甚至不排除 現在馬公機場還在擴建之中 那有一些官兵銀色 所以外界這一個觀察 非常有可能未來 連這個台灣本島的部分的F16戰機 都有可能直接前進部署到馬公 那這個縮短這個因應 攻擊的一個這個入侵的一個反應時間 那同時我們在這個屏東南面的 包含像俄倫比 有一個這個空軍雷達戰 也在增進或者是相關雷達的性能提升 都在進行 所以整體上來講 你會看得出來 就是說習近平我認為說 他可能認為拜登在對中政策上面 是可以這一個這個叫軟土伸絕啦 就是說所以他用這樣的一個強硬姿態 他才上任三天就出手用秀他的拳頭 以為用以武可以來逼談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重大戰略誤判 因為你從美軍的回應來看 你可以觀察拜登政府到目前來講 雖然表面上外交詞語叫做這一個用 這一個所謂的戰略耐心來應對 但實際上這個美國的拳頭 也還是持續在向中國的解放軍展示